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月30日发表声明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表示深切悲痛 古特雷斯表示 江泽民坚定不移地倡导国际参与 中国取得的巨大经济进步 以及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其任期的标志性成就 古特雷斯指出 在江泽民的领导下 中国于1995年主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在2000年9月 他还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表示 我永远不会忘记江泽民个人体现出的热情和开放态度 以及我担任葡萄牙总理期间与他展开的优异合作 这一合作确保澳门的主权得以顺利移交给中国 古特雷斯最后说 我仅代表联合国向江泽民的家人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 另外根据联合国新闻中心消息 安理会11月30日就不扩散问题举行会议 会议开始前 全体代表起立为当天实事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默哀一分钟 符合国家主席江泽民默哀一分钟 帮助人多默哀一分钟 帮助人多默哀一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